HELLO,大家好,這條題目都幾多學生錯的,34條MC 關於一個Exponential Graph,都叫做 好了,題目就說有個Y等於AB-X-C 給了一個圖像,要你判斷A,B,C的一些Intequality 好了,先focus在B那裡,B就要是0至1,要是大過1 那我們把這個equation稍微轉一轉,變成這樣 給大家想一下,現在題目那裡有條線,有條虛線 這條虛線呢,sorry,這條虛線呢,其實就是說 無論個X多大都好,這裡X是很大的數,我們可以用M2M1的數字 就是tends to infinity,當X tends to infinity Y的價值,都不能超過虛線的價值 所以,其實用這個資料可以判斷到B是大過1 為什麼呢?因為B是墳母,BX是墳母 當個X很大的時候,趨無限很大的時候 墳母很大,A除一個很大的數,整個數就變成0了 這裡可能大家如果沒有M2比較難理解 嘗試一下想一下,如果墳母很大 分子A是一個有限數 那譬如你當作1,1除100萬這樣已經很小了 如果除100萬,乘100萬這樣更加小 那就變成0 所以這條線亦都告訴大家 其實這條線就是Y對C 剛剛好,當這個變成0的時候 Y就會出到C 所以C亦都知道其實是正數 所以其實都能出到答案 OK,那我們可以想起這個A的Value 我們利用這一點 這一點呢,怎樣計算出來呢? 就是putX是0 putX是0 putX是0 這個Y Intercept的位置呢 就會等於A加C A加C,你會發現 咦,C在這個位置 A加C就小於C 唯一一個可能性就是A小於0 A小於0 所以我們出到的答案 就是A小於0 B大於1 C大於0 OF U0 珠寧 A小於0 C Z